的权益是不是比不上住豪宅的权贵呢 台北市地保大楼前 本来是有八个公有收费停车阁 以此呢 因为地保住户有意见遭到了屠销 那么台北市市库呢 因此每年减少150万元停车费的收入 不过呢 市府交工处却解释了 说会屠销停车阁呢 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但是呢 中天记者也发现了 旁边转弯的地方 怎么会新增有四个停车阁 反而变成了让事件出现有死角 台北市仁爱路三段地保前 八个停车阁全被黑线盖掉 说是怕车子停在这里 从地保进出的车辆 视线会有死角 我们当时是考量说 前面这一段因为有快车道 跟这个转弯车辆的一个交织的情形 所以才做这样一个调整 交工处以安全考量 把地保门口前的八个停车阁给涂掉了 不过呢 却在建国南路转仁爱路口这里 新增了四个停车阁 难道在视线上就没有死角吗 实际走一趟 一过狭窄的弯道 视线还是会被停在路边的车辆给挡住 难怪会被痛批 这样的规划根本就指不到地保住户 却忽略市民权益 这边的停车阁位确实是民众这个承情反应 那考量说他的一个交通安全上 所以说才把部分的 民众是哪里的民众 是哪里的民众 想清楚 这边是 是地保的民众 议员接受民众 承情 是哪个民众 哪边的民众 哪边的民众嘛 大概也是地保这边所反应的 我们这边啊 设停车位 设安眠了 什么时候因为这个停车位影响到交通 在这有交通事故 来你再告诉我 有没有 没有 一扯到地保就很敏感 难怪有居民要调侃自己 这里出入的都是高级民车 如果发生事故 小市民根本赔不起 当然要特别小心 中天新闻李文斌黄茗玉 台北报道